其中可能性 就是你在输入的时候 第一个 你在这四个出称格里面 其中一个没有输入的话 你按下新增 那理论上会怎么样 它还是会输出 可是输出是没有东西 那不对啊 这个逻辑上不通 所以怎么办呢 如何避免 当使用者没有输入的时候 去按下新增 当然你不能让它过 你不能让它过 必须要提示跟它讲说 请输入资料 这样子的讯息 也就是这样的话 防止输入资料的时候 它没有填了 就直接乱按 OK按确定 那它就回到原来的画面 就不让你过就对了 那无论你 比如说你今天的话 假如你填的资料 但是你不是全部填 只要有一个没填的话 它一样会怎么样 会把你的那个 也就是说你即便填了 但是你填的是 比如说你填了 这三个 只要有一个没填 按新增 还是这样会跳 OK 那除非你全部填了 但是第二种可能的错误就是 明明成绩最多100分 你却给我填了一个120分 或者是负的分数的话 那当然都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一般你按新增 刚刚的部分还是会新增 可是我这边做了一个防止错误 就判断一下 里面如果输入的是 不是介于 0到100之间的话 那就跳出什么 请输入什么 0到100之间的数字 并且把那个错误的地方删掉 然后游标放在这边 按确定 删掉 有没有 游标放这边 那这样的话呢 感觉会更好 为什么 因为这样就比较不容易 因为可能手打 反正它不是它故意的 它可能打字了都打错了 应该是20分 就它多打个1 那就或者是怎么样 它就会有那个错误发生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全部正确 按新增就不会有错误了 就直接新增了 好 那这里的话呢 里面刚刚讲那个部分 该怎么做 基本上第一个 如果要避免 没有输入资料的情况发生的话 那我刚刚只有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这个地方 就是说呢 因为我总共会有四个格子 所以if if什么呢 如果 tst0.test 它里面如果没有东西的话 没有东西就等于什么 等于空的 那或者是 第二个逻辑 因为 第一个空的 或第二个空的 或第三个空的 或第四个 反正 只要其中有一个 是空的 中间 特别注意 请各位中间加一个偶尔 偶尔的或 你不能end end的话 是全部都空的 只要其中有一个是空的 then 然后做什么 跳出一个刚刚那个讯息视窗 message box 那个东西 跳出一个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讯息视窗 那个就是一个叫message box 那在那个VBA里面 你就打msgbox 它是缩写 msgbox 然后呢 空一格 里面的话就请输入资料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跳出一个小视窗 里面的话就有文字 请输入视窗 请输入资料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后面一定要再加一个 这一行 如果你不加这一行 它还是会往下跑 那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知道上面的东西 只要有一个没输入 我就不要让它往下 让它怎么办 is this sub 意思就是说呢 直接帮我跳到哪里呢 跳到这个程序的最下方 就是不要再往下跑 也就是说 你直接这一行 跳到最下面了 下面这个都不跑了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达到什么 资料去检查 有没有输入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 应该是什么 有无输入资料啦 或者加一个判断 OK 也就是这个地方呢 是判断有没有输入资料 那所以我这个地方 启动表单 如果它没有输入的话 会跳出请输入资料 这个就是Matchbox 这个是第一个 如果它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在处置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还会担心说 它输入的成绩 这个 这个 总共有三个 它输入的不是在 0到100之间 0到100之间 那如果说它不是 0到100之间的话 我需要做两件事 一个 游标 把里面的东西先清空 第二个 游标放里面 第三个要跳一个讯息四川 跟他讲说 请输入那个 0到100之间的数字吧 那最后一样跳离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先试试看好了 请各位先 把那个刚刚的部分 就是 输入那个 判断有没有输入资料的部分 先试试看好了 加的位置在哪里 加在那个 按钮事件的开头位置 也就是请你加在那个 这个新增里面 点两下 它的第二行 实际上第二行 把这些输入上去 等一下再来看 如果第二到第四 里面不是输入 0到100之间 该怎么做 这一段程式 其实在云端上也有 其实就这一段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没有输入资料的问题 另外就是 当然你没有输入资料 他会请输入资料 但如果你已经输入一个 一个资料 比如说你输入一个资料 那假设你今天 当然也可能 因为手抖着比较厉害 多打了一个 或者是说 可能这边多打了一个字 那当然会变成说 这个超过的那个 范围了 那如果超过范围 那不行 你一输入在这个地方 成绩就会 有发生错误 所以按新增 那我这边已经做好了 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是 把错误的地方 先删掉 然后怎么样 那游标并且放在这上面 告诉使用者说 你这个地方错了 这样会比较贴心 可是要怎么做 这地方大概要做逻辑判断 因为有三个成绩 所以可能要做三次 那成绩 那个判断的程式码都一样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按新增 你会发现 他会先跳出一个什么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 按确定之后的话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删掉 然后游标就放这边 所以基本上 他是先跳一个Matchbox 然后把里面的资料删掉 再把游标放上去 请他重新输入 如果他输入一个正确的 但是如果你按新增 底下还有两个错误 他会怎么样 继续往下判断 下一个 有没有一样 那还有一个错误 所以一样他会先 把这个输入正确 全部都正确之后的话 按新增 他才会怎么 帮你输入出去 否则的话他不会输入 这个效果其实还蛮重要 因为如果你将来 输入资料不正确 那不就又要再check一下 麻烦 所以最好是输入之前 就是输入的同时 顺便就检查一下 如果没资料都没错的话 那以后 应该就会确保 你将来就不用再花很多时间 再去检查里面有没有错误了 而且之前有同学也是 学完这个部分 他就用在他的工作上面 让前端的使用者帮忙输入的时候 用这个输入 后来他发现他省了很多时间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 回来是叫做一对一对的错误 现在都没有错误了 直接就可以马上可以使用 那这样的话 当然会减少很多 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好 那这里的话 刚刚的动作怎么做出来了 首先第一个 你要先了解 一样做逻辑判断 一幅哪一个呢 这个格子 那这个 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 它叫什么呢 tst02 点test 如果 判断一下 如果它里面的值呢 小于零 然后应该在 或者是 大于或 或的话是偶 因为不可能两个同时 或偶 它里面的资料 大于100的话 then 然后怎么样 就是要做刚刚的两件 第一个 跳出一个Matchbox 第二个 删除资料 第三个 游标放上面 第四个就跳离了 所以中间会有四段程式 那四行程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我怎么做出来的 一样 开发人员里面 那你如果要 这边按新增 新增的地方 那我只是增加了这一段 其实 这底下 这个也都一样 我先把它删掉好了 好 我先写一段 这个是 应该 这边是什么 判断 这个应该是 加一个注解好了 0到100 就是判断那个 那我的习惯 前面 记得哦 注解一定是前面 单引号的 那 如果 它的成绩 这个就是它的成绩 大于100 或者是 记得说或 因为 这两个逻辑 不可能同时出现 所以是或 这个里面的值 小于0 有没有 这两个 其中一个条件出现的话 then 跳出一个什么 讯息方块 请输入 0到100之间的数字 有没有 跳出来了 对 再来怎么样 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资料清空 再把游标放在上面 游标怎么放上面 很简单 打一个TST02 点下去 打一个SET 你打一个SET SET 它有一个方法 记得哦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所有的方法 就是说 它会去做什么样的动作 SET FOCUS SET FOCUS 就是游标放上去 所以SET FOCUS 就是游标放上去 最后的话 再跳离 那这样的话 不就完成 我们要 刚刚的流程了吗 对不对 那你如果 做了一个02之后的话 当然03 04 都一样 所以 你就不用再重做了 你就是直接 把这个 做好的一次 Ctrl C 然后呢 在底下 Ctrl V 把这个02 改成03 因为他们的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说 是不同的储存格 所以你写完一个 那一样的方法 当然就04 你就是第四个 然后分别就是 做个别性的判断 那因为呢 这个程序 是由上往下跑的 所以基本上 他一定会先判断第二个 等到第二个没有问题 再判断第三个 第三个没问题 再判断第四个 一定是由上往下的 他不可能说 第四个先判断 除非你把程序 颠倒过来放 那你颠倒过来放 他就判断的顺序 当然就变更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判断成绩 是不是在0到100之间 OK 其他的话 我想大概就 差不多这些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主要 再跟各位多讲了 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 第一个常犯的错误 因为使用者 没有输入资料 就按新增 那当然如果你这边 没有做一个 什么样 防呆的机制 应该叫防止错误的机制的话 那你将来就要花 更多的时间 去检查错误 第二个是 他的成绩 是不是0到100之间 这个里面都是用逻辑 所以基本上呢 很多程式写来写去 写来写去 那不外乎就是用什么 用逻辑 那逻辑一定是if 那跟then 然后再一个and if 就是做一个逻辑的判断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额外的一个补充 因为同学对那个 设计表单好像蛮感兴趣的 那实际上真的 如果你可以做出一个表单的话 对于你将来工作 其实会有蛮大的帮助 尤其是你要请前端的人员 帮你输入资料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因为如果你直接把 以色列的档案给他 你会发现 即便上面已经很明确 要他输入什么 他还是会错误 如果说你今天设计一个表单给他 那他就没办法 他就只能够按照那个格子里面 能填的就把资料填上去 这样的话当然可以避免掉很多的错误 之前有个同学 就是好像他是公卖局吧 他说他底下的厂商有至少五百家 那五百家呢 你每次给他资料 他们要填一些报表 填完之后回来东西 他光要处理那些错误 他就头晕了 后来他就用这个表单的方式 请那个厂商那边帮忙填 回来之后他发现出奇效果出奇的好 为什么因为再也不用浪费很多时间 再去帮厂商去检查那一些 不应该出现的一些错误 因为你一个错误后续 你要处理更多的麻烦的事情 所以与其这样子的话 不如就是你在输入资料的时候 让他有一些限制 所以刚刚我们主要是 检查两个重点 一个是有没有输入 一个是输入的数字 是不是在正确的范围之内 好